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谁能想到,5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吃瓜盛宴 从汪小飞出轨事件蔓延到林俊杰和正当红的迪力热巴 陆寒,这位名叫葛思奇的台湾狗仔仅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圈粉超百万 利用所谓的爆料在内地一战成名 超多吃瓜群众忍不住调侃这是要凭一己之力搅翻内鱼的节奏呀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汪小飞疑似在与大S婚姻续存期间出轨说起 刚开始指示汪小飞,汪小飞母亲与狗仔三方的对峙 汪小飞怒斥狗仔造谣,并且在第一时间爆料大S长期使用违禁药物 试图将外界的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前妻大S身上 态度十分强硬 谁知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汪小飞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不仅公开向大S以及大S的母亲道歉 还试图联系狗仔达成和解 甚至用自己母亲被弃病祝愿博同情 但即便如此 这位名叫格斯奇的狗仔也没有屈服 并且公开喊话自己感受到了汪小飞的歉意 但并不打算放弃爆料 并且将在晚上9点直播放料 此消息一出 立马遭到外界强势围观 超多网友提前搬好小板凳 等住9点吃瓜 但令人意外的是 该名狗仔不仅爆料了汪小飞 陈建州等人之间的恩怨 还公开提及了林俊杰 迪丽热巴以及陆寒 通过直播视频可以看到 该名狗仔爆料在5年前 差点就拍到了迪丽热巴和陆寒 虽然之后直播断开 他没有明确说出两人在一起等相关言论 但事态瞬间发酵 迪丽热巴和陆寒的绯闻再次被搬上台面 两人的名字也直接被推上了热搜 要知道 迪丽热巴和陆寒是因为录制跑男传出绯闻的 当时迪丽热巴还是小透明一枚 陆寒已经是顶流 巨大的知名度差距 让迪丽热巴蹭热度的言论不禁而走 从此之外 不管是在跑男搭档陆寒 还是在极限挑战合作仗义星 迪丽热巴尽管在极力避嫌 也免不了被追逐嘛 这次两人多年前的绯闻再次被搬上台面 双方粉丝的骂战必不可免 部分男方粉丝一如既往认定当初绯闻的始作俑者就是迪丽热巴 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她的知名度 但女方粉明却表示不是谁都想利用绯闻上位 并且喊话如今的迪丽热巴已经不是当初的迪丽热巴了 希望对方不要太过分 值得注意的是 单单因为一则没有任何依据 并且虎头蛇尾的爆料 双方粉丝就如此激动 可见狗仔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碰瓷谁都不如碰瓷两位内与顶流来的薄眼球吧 而几乎在绯闻被推上热搜的第一时间 女方工作室就对此做出了回应 明确表示假的 子虚勿有 态度直截了当 也非常强硬 而也有粉丝对多年前被拍的始末做出了回应 表示当年陆寒和迪丽热巴先后去到日本 只是为了各自的工作 并非是约定到一起的 甚至都没有同框过 都说谣言一张嘴 批谣跑断腿 自从跑男后 迪丽热巴和陆寒就没有了交集 男方与关小童恋情稳定 女方专心搞事业 两人本可以独美 有的人就是利用网友听风就是雨的心理 才会放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 勃关注 希望大家可以时刻保持冷静 不要轻易背带节奏 你们对此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